放在這邊 最小排到最大 排到這邊 我要排序 而且我要的功能 當然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用什麼資料裡面的排序 排完序再複製貼過去 複製貼過去 當然也可以啦 可是我不希望你用貼的 我希望你用什麼 用Large跟Small兩個函數做 那站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 最近使用過的Large函數 那範圍在這裡 可是我要第幾大 第一大 OK好 第一個 可是再來什麼 第二個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所以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九個 所以你需要什麼 你可能會需要一 自動產生 有什麼方式 向下填滿的時候 自動幫你把一變二 變三變四 這個地方 如果你以後 如果想到這個 數字要變動的話 可能要順便學一下 可能要順便學一下 這個在下一個單元吧 所以我們可以先取消一下 我可以在旁邊先練習 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可能要用檢視與參照 它是參照 所以參照裡面有沒有Raw 有 不是Raw是Raw Raw的話指的是現在在哪一列 按確定 它現在2 那你可以把它-1 按打勾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這個東西Raw-1 把它複製之後 直接放到這個裡面 Raw-1 打勾 那這個也不用鎖定 因為它是參照 是 一個 你現在的絕對位置 反正你現在在哪一列 一定就哪一列 向下填滿 不過 可能要注意什麼呢 鎖定這個範圍 OK 所以這個 B2到B10 按兩下F4 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那small當然一樣 有沒有 由大到小 那如果small的話呢 當然顧名思義啦 你可以一樣方法 small的部分 其實都一樣 所以這邊 範圍也是這個範圍 那你一樣可以把它鎖起來 F4兩下 然後K的話呢 你可以Raw 或者自己打一下 小瓜糊 -1 這樣也可以按確定 最小 到最大 放開 全部都自動乖乖聽話 所以利用Large跟small 也可以達到排序的效果 那其實很多地方 你沒有辦法用排序 你就一定要函數的話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OK請各位試一下 順便 所以我們延伸性 除了Large跟small之外 又多學了Raw 的函數 那這個是下個階段會用到 這個Raw函數也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 向下自動去抓取 因為我需要1到9 那你不可能說一個一個慢慢自己貼吧 那當然你就 勢必要 用Raw函數會是最簡單的方式 那當然向下Raw 向右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叫什麼 藍 就是Column 所以會有Raw跟Column函數 那這幾個部分的話 當然也是 順便 就藉由範例裡面 來 讓大家 了解 比較清楚 了解這些 Sum 的相關函數應用 那今天大概就先講到Sumif的函數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還會舉一些 其他例子 可能更進階一點 甚至跟圖表有一點關係的 或者跟樞紐分析表 其實樞紐分析表裡面呢 它也有 某些 地方 其實 跟Sumif Columnif 這些還蠻類似的 它裡面其實就幫你把它群組之後 做一些統計 然後當然產生圖表 那我會用一些例子 範例跟各位做解說 那這個回去有時間的話 我想各位就多多練習 那今天的話 時間也 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 先到這裡